很多时候,鸟类都是美丽动人,温顺可爱的 但是,也不乏有些鸟类就像长了翅膀的流氓,是我们惹不起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六种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 澳大利亚喜鹊 这种喜鹊在澳大利亚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 经常发生喜鹊攻击人类的事件 尤其是在他们繁殖的季节,以至于当地的人们出行时,都必备宽边帽或遮阳伞 有些骑自行车的人,甚至在帽子上还装上了钉子,以防止被鸟儿袭击 如果你遇到了澳大利亚喜鹊,也不要随意逗弄它们哦 天鹅 天鹅向来都是高贵优雅的象征,然而它们也有凶狠的一面 天鹅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 如果你不小心靠得太近,那可就危险了 2012年在芝加哥,就有人不小心掉进了天鹅湖里 立刻遭到了天鹅的围攻,差点还丢了性命 所以,要想看天鹅,还是远远的观赏好了 大脚猫头鹰 大脚猫头鹰是猫头鹰的堂兄,它是每周最大的猫头鹰 它们的平均体重超过一公斤,而全身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们的爪子 其力量甚至超过了一些大型犬的咬合力 曾经就有一位滑雪橇的男孩,脸部被大脚猫头鹰抓伤 而不得不住进了重症病房 所以,如果你在森林里,还得随时随地留意这些貌似没什么攻击力的小动物 好好保护自己的头部哦 儿苗 儿苗是世界上第二大的飞行鸟类 它们的身高足足有两米 其大长腿能够达到每小时49公里的奔跑速度 这双大长腿还有另一个优势,就是能够强而有力的击退敌人 一旦被儿苗盯上,那是绝对逃不掉的 它们会对猎物穷追不舍 用强壮的大腿攻击你,想想都觉得痛啊 食火鸡 这种奇怪的鸟看起来好像并不可怕 然而,它的事迹却让人闻风丧胆,据统计 这种鸟类已造成了150人受伤 甚至还有人被其攻击死亡的事件 其中还包括一名动物收藏家 食火鸡无疑是最危险的鸟类中的大哥大了 然而,这些鸟类却是宾威物种 受到国家的保护,是不可以伤害它们的哦 所以,如果遇到食火鸡,还是赶紧逃跑吧 鸵鸟 我们都知道,鸵鸟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 雌性鸵鸟可以高达2.7米 体重超过136公斤 这样的大鸟光看着就觉得很危险了 当鸵鸟发现有人入侵它们的领地时 它们会毫不客气地对其发起进攻 它们有力的腿足以踢死一头狮子 而人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这些有潜在危险的鸟类,你见过哪些呢? 你还知道哪些危险的鸟类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哦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在下方留言点赞,转发和收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